明朝大儒皇宗熙主张以传统儒家的天下为公与三代志士官,并发挥孟子民为贵,设计次之,均为清的民本思想,提出具体做法。 其主张就写在《明义代访录》,媲美法国卢骚的《民约论》等同于中国的人权宣言。 本书对梁启超、谭嗣同、邹荣等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,其书名取自《易经》第36卦《明义卦》,卦象为李火在下,昆帝在上,象征昏君在上,明臣在下,君子兼困中坚守正道。 明义卦六五谣词,姬子之名义。 立真,姬子处在商周无道的时代被关,武王克商后,接纳他的意见,天下因而大志。